我叫不幸運,我一輩子都很不幸運 小時候,算命佬說我一輩子都多災多難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風險,哪能避免 出事?我習慣了 吳先生,你的廢柱找到這張單便可以出現 搞甚麼? 像我這麼不幸的人,遇到意外便一定會有損失 意外是很難避免的 但我們可以減低意外可能帶來的經濟負擔 像你小朋友一樣,經常跑跑跳跳 她也不會害怕,一個不小心受傷 進了醫院,做父母的勞心勞力不止 醫療費還要花一大筆 真的不是每個家庭都能負擔你 是啊,我也很想第一時間帶她看私家醫生 但這裡的收費真的很難 所以媽媽應該趁早考慮小朋友的保障需要 例如你們可以先想想 你們家裡會否負擔得到私營醫療開支 之後就可以看看你或你先生 會否有現成的醫療保障 包括小朋友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考慮一些你們負擔得來的 醫療或意外保險產品 我之前找過一些關於風險管理的資料 你可以看看這裡 那我先走了,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我想問,為何你的風險指數這麼低 你怎麼能做到的 你也看到風險指數嗎 你也是